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不可预测的因素 令各界担忧 日前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证实 大陆三四线城市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的现象 11月29号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在世界工商协会论坛上透露 根据国研中心的调研报告 大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在进一步积累 不但区域性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公大于求 温州 二尔多斯等地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 出现了泡沫破裂的现象 李伟认为有多少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出现泡沫破裂 以及严重程度还需要数据支撑 他表示很多时候想拿到真实的数据并不容易 实际上在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了 很多南方房地产投资商开始大举抛售房地产 价格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大幅度下降 并且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价无市的现象 也被很多报道给指出来 10月28号美国福布斯网站刊登 在中国没有一座城市没有可怕的大片空房 文章说中国城市里有很多空房子 住房供应严重过剩 中国房地产泡沫总会破灭 美国一家名为商业内幕的网站 公布了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卫星图片 并从图片上判断 郑州可能是中国最大的鬼城 作为房地产泡沫的最终表现 鬼城危机正在中国三四线城市蔓延 李伟指出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 正在进一步膨胀 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已涨到远远超出了中国民众的承受和购买能力 这些房地产更多的是在中共权贵 有钱人之间和国企之间 他们之间的手中在流来流去 没有更多的老百姓把他们的财富积累 或者是储蓄金拿出来投入房地产的时候 房地产泡沫就没办法继续 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被世界各国的金融界所预见 并纷纷发出警告 投资大师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表示 现在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将承担重大风险 经济学者分析 中国房地产泡沫将来破灭 比日本90年代房地产崩盘的情况要严重 中国房地产整个市场的崩盘 比如从三线四线都扩展到一线二线 很可能就会在下面 一两个月之内发生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个非常严重和灾难性的后果 至于解决的方法 在中共这个之下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方式 谢田指出 现在更大的问题 则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 将拖累中国的银行业 人们将看到中国银行业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新唐人电视长春采访报道